今天我们要来讲神机的问题 我要来讲神机的问题 参与神机发生 我们都喜欢神机 对吗 我们都喜欢遇见神机 特别是全球在过去三年 有很多很多的疾病 我有很多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 他们现在就是最后一波了 第一波是欧洲 对不对 美国 再来亚洲很多的国家 现在最后一波到中国了 我有很多的朋友的家人都很严重 今天早上在车上我还跟秋华说 说我怎么办 就是蛮严重的 我所认识的人 一个群组 一个群组 几乎都得到了 所以有的亲人重病 或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一定希望遇见神机 就希望它就好了 我们希望神机来帮助我们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 我很希望遇见神机 就是我所读的老师都考出来 然后我没有读到的老师都没有考出来 对不对 这种也是一种神机 有的人遇到工作瓶颈的时候 请注意听 他不是说我要怎么努力 他是祷告求神让环境改变 他称为这个叫做神机 我认为这也是神机的一种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神机是 我说我要怎么样更努力 这是两种神机 但是我们都希望遇见神机 或者夫妻不和的时候 儿女不听话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遇见神机 好让我们从那个尴尬或困难的苦境当中转回 而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 其实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神机 从圣经里面 圣经记载很多的神机 比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 那个是很大的神机 对不对 那个是环境改变 那个是红海会分开 那个是环境改变 那个是很大的神机 还有一次耶稣在那个很大的风浪里面 他走在水面上 然后后来他平静风浪 你如果住在海边 你就会知道这种事情是叫做不可能 怎么可能那个风浪这么大 然后耶稣说住了吧 静了吧 然后风平浪静 怎么可能 环境也改变了 耶稣用五饼二鱼 让五千个男丁得以保足 当然如果讲到一个更戏剧化的 就是这个伊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 他一个人让八百五十个人 你知道八百五十个人跟一个人差很远 对不对 他还很有礼貌 说after you 你们先做 你们先做 全部做完了之后 那边都不work 就是没有产生果效 他就说让我来 让我来 他们做了两座坛 然后他就叫他们把水倒进去 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三年零六个月 没有下雨也没有降路 你们知道没有下雨 有时候会降路 听个懂降路吗 就有路滴 路水滴 对不对 已经三年零六个月 我们都只有想没有下雨 你知道比没有下雨 更严重的是没有降路 就是早上起来 那个叶子没有湿 没有小水滴在上面 然后以利亚说水一直倒 你知道那个已经三年零六个月的 那个土是干的 他一直倒水 一直倒水 倒到水沟的满兜水 满了水 这样 他才开始祷告 他一祷告火就降下来 降下来烧在那个 那个潭上面的那个 祭物全部烧干 一直烧到 土都烧干了 这厉害吧 我们都希望碰到这种 碰到这种神迹 而且我们也希望这种神迹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是在我自己 信主几十年的里面呢 我看见过各式各样的神迹 可是我更看重的事情是 到底这个神迹 怎么发生的呢 到底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 神迹是什么 神迹是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 只是这样呢 其实不是 其实真的不是 我们一直把它看到那个 很显明的 外在的那个环境的改变 其实耶稣基督最伟大的 或者我们说上帝的最大的大能 不是外在的环境改变 外在的环境改变 我告诉各位 我们并没有改变 我再讲一遍 我不知道 我这样讲太快了 外在的环境改变 我们并不一定改变 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改变了 那么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 也没有关系 这样听得懂吗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来比喻 我们教会很多人很喜欢运动 我们教会很多人很喜欢运动 各种运动都 都有人在运动 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举重 因为我不会举重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哑铃应该是几公斤 一般我们这样可以举几公斤 就这样举起来 这样举公斤 五公斤啊 我是说那种举重 二十 我们假设用二十好了 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假如我可以举十五公斤 我平常就是练 一直练到十五公斤 结果那天教练就说 来 开始练十八公斤这样 那我就一举就不动 因为十八公斤太重 对不对 然后我就祷告 你知道吗 一祷告就主啊 让它变成十五公斤 看起来是十八公斤 可是它是十五公斤 这个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做这种祷告 这种都不行 那你为什么你生意没做好 你要祷告呢 对不对 这金融海啸 别人都海啸 对我来是小波浪 你可不可以这样祷告 对你们都这样祷告的不是吗 然后呢别人做生意 别人卖保险 别人做什么都不成功 我一去 那个人突然恍神就牵制了 你们都不是这样祷告的 你别骗我 你别骗我 我们的祷告都是叫环境改变 所以教练说十八公斤 你就说十八公斤 好 主啊 让它变成十四公斤 然后一举举起来的 教练说 哎呦 怎么那么奇怪 你放下来 教练说 奇怪 你平常举不起来 他一举就是十八 可是环境改变了 我告诉你这个环境改变 我们并没有改变 对吗 另外一种神迹是我改变了 求主让我可以举起十八公斤 如果我改变了 那以后我就可以举 十八公斤 那下一个挑战就是 二十公斤 你知道我们的祷告 从来都是求环境改变 不求自己改变 我信主这么多年 我跟神的祷告是 主啊 让我更爱人 不是让我碰到可爱的人 因为你这样祷告 这个可爱 下一个还是不是太可爱 不过你是可爱的啦 我知道了 你不可能祷告到 全世界都是可爱的人 有一个办法 那个神迹就是 我可以更爱人 就是那个人可爱不可爱 我可以慢慢地 越爱越不容易的人 这个祷告才是神所喜悦的 是 有的时候 我们实在没办法 我们求主让环境改变 可是我信主越久 我就越发现 两个祷告是不一样的 我跟我太太吵架 求主 像狮子一样 把她的嘴巴封起来 你听得懂吗 她叫什么 这是一种祷告 对不对 第二个 求主改变我 让我听到她的话 我心更宽大 我能接受她 你知道这两个祷告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今天盼望跟大家讲 神迹 可以有外在环境的改变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内心的改变 如果我们求主 保守我们内心的改变 那么我们改变了 外在环境 它还会越变越糟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 一直为自己祷告 可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要 外在环境的改变 那万一神没听呢 你也不会进步 对吗 或者万一神听了呢 你 还是没有改变 因此今天我要来讲 参与神迹发生的人 是要讲圣经里面 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就是我们昨天 在这个圣诞剧当中 讲的那个女主角 叫做玛利亚 玛利亚 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 好不好 第二章的约翰福音 一到十一节 我读一节 你们读一节 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娶亲的宴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她说 他们没有酒了 他母亲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耶稣对用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 管宴席的藏了那水 变的酒并不知道 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 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 十一节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十一节说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在圣经里面 凡是写头一次 或者这一件事情 是头一个 都是很重要的 创世纪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头一卷 马太福音很重要 并不表示别卷不重要 不过马太福音特别重要 因为他是新约的第一卷 第一章 第一节 都是最重要的 诗篇的第一篇最重要 因为他是整个诗篇 一百五十篇 放在第一篇的 是他特别选出来的 在这里 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这个头一件神迹 当然是有 时间性的问题 但更重要 是他有代表性的问题 他说是在加利利的 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我今天要把重点 不是把它放在 耶稣所做的 那一件事情上面 而是要那个 参与这个神迹的人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听得懂吗 我问你 整个世界的经济 都崩都垮 只有你不垮 耶稣做起来难不难 一点都不难吗 一点都不难吗 红海会分开 对耶稣来说难不难 耶稣有一次问他们说 叫一个人起来行走 跟我说他的罪色了 哪一个比较难 你觉得对耶稣 哪一个比较难 都不难吗 如果他是神 对不对 那有什么难的呢 可是你知道 我们每次都要 叫耶稣做那个 他看起来一点都 对他来说 一点都不难的事情 然后我们最好是 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 耶稣多做一点事 真的很多人 信耶稣是这样 我可以告诉你 到老了 他就会发觉他错了 我再讲一遍 如果我们不是 求神改变我们 我们如果不是求神 调整我们 我们如果不是求神 用神机进到我们里面 是我这个人改变 你一直要外面改变 一直要别人改变 我告诉你 就是耶稣听你的 我先小声告诉你 耶稣不会都听你的 就算耶稣都听你的 你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 在最后的那一天 等一下我要去参加 一个追思礼拜 是在林南那边的 他们要我讲到 我没有答应 因为那个教会 已经有很多的长老 我就说我会去参加 可是他是我见过 我告诉你 他是我见过 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一个人 我讲我见过 不是亲眼见过 包括圣经里面的摩西 我听过 亚伯拉罕我听过 大卫我听过 保罗我听过 彼得我听过 旧约的约瑟我听过 新约的约瑟我听过 从教会历史 从耶罗米 从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前面还有一个 奥古斯丁 Thomas Aquinas 历代的圣徒 以及今天19世纪 20世纪 21世纪的所有的传道人 以及我所认识的人当中 全部加进去 我最佩服的是 今天下午要做追思礼拜的 那个人 甚至比我们教会的 那个founder 吴永长老 我还要更佩服 他是个老兵 他是跟他民国38年到台湾来的 他在大陆有结过婚 他是个老兵 他来到这边之后 他就没有再结婚 他就一直在当兵 然后之后他就退伍了 退伍之后 他就到我们教会来做 他就一直在我们教会做会友 在1998年 那时候我们教会要整修 他就 我们就搬到外面去聚会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 已经有好几百个人 所以要分三堂在 中正区的公民会馆聚会 三堂每一堂都要摆 一百多张椅子 那个是要重新摆位置 然后第一堂完了 第二堂 第二堂完了 第三堂 就要摆位置 那我们就要招 每一堂要有 三个到六个人 来帮我们排椅子 这样 那我就说 谁要来都OK 我们就报告 一直报告 然后就来 然后来的时候 你要登记嘛 你是每一个月的 第一个礼拜 还第二个礼拜 还第三个礼拜 还是你要排几个椅子 这样 然后都 都争了很多人 就有一个 一个老先生走过来 跟我说 李长老 我可以参加排椅子吗 我说 吴伯伯你几岁了 他说我 这个 七十岁左右 我说你不要帮我们排椅子 好吗 他说我要来排 我说你不要排 简单讲 从1998年 他排椅子 排到我们后来搬回来 他就跟我说 搬到主会堂 他就说 他可不可以来做 我们教会的帮忙的人 我就说 搞半天你要找工作 后来他说 我不要钱 他一直做到 他现在九十几岁 他过世了 他把他所有从 政府给他的 每个月给他的钱 他仍然奉献十分之一 他在我们教会做什么事 我们当中有很多 从林南过来的人 你都见过他 他每天 夏天五点半 冬天六点 我在那边做负责人 做了十几年 我在那边做长老 做了二十几年 明天早上来 他第一个进教会 我们教会 加起来一共有 一百个以上的垃圾桶 你听得懂吗 一百个以上垃圾桶 因为每一间厕所都有 每一个传道人都有 我们有的厕所 加传道人 跟各地的垃圾桶 一共一百多个 他每天收所有的垃圾 收完了之后才 他拿了个大垃圾 大了塑胶袋 就一直收 收完了 然后就这样 然后做完 大概到七点多 他全部收完了 有好几栋楼 他要去一栋楼 然后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这样收上去 收完了之后 他就坐在那边 喝一口水 然后问每个传道人 说你有什么事 要让我做的 你有什么事 要让我做的 他们让他抄东西 他就抄东西 叫他去存钱 就存钱 每个礼拜一 那个时候很危险 他就每次拿个塑胶袋 把钱用卫生纸 用那个报纸包着 就把它装在里面 就老先生就这样拿了钱去银行 那银行后来就很紧张 就跟他说 你们这么大的教会 派一个老人家来送钱 每一个礼拜来送钱 到底谁有责任 那当然我也有责任 因为我是教会的负责人 我都不知道 我们的钱是这样送去银行的 你知道呢 少说都是十几万 多的时候可以几十万 一个礼拜 就拿那个钱这样去送 后来是 后来保全 后来我们请了保全 保全都是礼拜天 1点38分 进到我们教会 就拿一个箱子 全部丢进去 然后把东西放进去 然后封条 带到银行去 你们都知道这样吗 礼拜一开出来算 这样子 一百块钱的几张 一千块的几张 五十块的几张 硬币多少个 还有一张表根 全部填在里面 然后就这样子 从中国大陆跟台湾 两岸开始通 可以探亲以后 开始探亲以后 他就开始回大陆 他坐飞机坐到香港 那时候不能直接飞进去 对吗 飞到大陆 飞到香港 然后他坐火车 然后坐到北方 他坐硬坐 你们如果对中国大陆不了解 我没话讲 有硬坐 软坐 硬卧 软卧 然后他把所有的钱都换成 带去给他的家人 他那边 那时候两岸才刚刚打开 带去 我每次都跟他说吴伯伯 你拜托不要坐硬坐 可以吗 硬坐是慢车 每一站停 然后就这样日子一天再过 几十年了 他都这样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佩服他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 我就不要讲别人 你知道奥古斯林 享有多大的名誉吗 在后来 你知道保罗在当时 有多少人说 保罗你很棒 你不要说摩西吧 摩西葬局起来 分开来 他们过了以后 你觉得大家怎么 有没有给摩西拍拍手 有没有喊三声哈利路亚 有没有 肯定要的嘛 谁给吴伯伯喊过了 没有 有一天秋华问我一件事情 他说李建伍问你一个问题 约瑟 就是旧约那个约瑟 如果没有当宰相 如果没有当宰相 他有十个哥哥过来 来看他的时候 他会不会饶恕他们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 当然会啊 他说你再想想看 我想了很久 我终于决定 我要改变一个想法 如果约瑟没有当到宰相 他哥哥来了 他不会饶恕他们 同意吗 你觉得你没有赚到钱 你会感谢上帝吗 你少跟我讲这么快的话 你觉得你的婚姻不幸福 你整天感谢上帝吗 你觉得你的环境很困难 你怎么祷告 环境都没有改变 你会赞美上帝吗 你知道为什么 他是我这一辈子 最佩服的人吗 我在想 我将来到天上的时候 我应该找不到他 因为他应该比我更靠近耶稣 太近了 有一次我们去看 罗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我们是很早就去看 那个时候没有用 没有用防弹玻璃弄起来 那个最早期的 他就摆在那边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混乱 我们就远远这样看 有一次我确实正好人很多 你根本看不到蒙娜丽莎 我们以前以为蒙娜丽莎这么大 你知道吗 结果蒙娜丽莎只有这么小 我就远远看 根本看不见 可是毕竟到此一游 对不对 我在想 我将来到天上 我每次在想说 我将来到天上 一定找不到吴伯伯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区域 这是我讲的 你听听就好了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基督徒 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往前走 很多人常常跟我说 李尚长老师 你真的很厉害 你真的很棒 一年两百多天 在国外 辛苦 我跟你讲 辛苦不辛苦 非常辛苦 我非常辛苦 我一年要去几十个国家 我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的 我过海关的时候 有时候被他们折磨到 我非常生气 然后呢 很多的辛苦 可是我为什么做那么甘愿 你知道吗 我请问你有没有掌声 没有掌声啊 那你小看我了 当然有掌声 他们都给我掌声啊 你知道吗 我讲到讲下来 人家就跟我说 李尚长老 你讲到对我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可以继续做 我服侍主 很多掌声啊 我服侍主 很多的报酬啊 我今天早上为了要穿哪一件外套来 在那边搞半天 我没有一件外套是自己买的 都是别人送的 我今天早上穿的那个有一条鲨鱼 你看你们都不试货 对不对 拜托 Paul Shark 我都不知道谁送我的 我都不知道谁送我的 人家送我的时候打个包 就说你知道他这个送给你 我就说不要他送给你 我早上为了要选哪一件外套来 我不知道怎么选 我有很多的奖赏 可是我告诉你这个吴伯伯 我想没有掌声 他到最后身体不好 他担心这个钱将来他过世了麻烦 他跟教会签一个契约 把所有的财产全部交给教会 不动产移转给教会 奉献掉 然后他请教会给他每一个月的生活费 教会帮他请一个外劳 他就这样 他一直到九十几岁 他每天到教会 他也 到后来他不太认得人了 不太认得人了 他连过世都没有麻烦到任何人 他早上起来弄一弄事情 又回去躺下来 后来 他的外劳去看他 他已经安息了 没有麻烦到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将来在上帝面前才是真的 当我们想要遇见神迹的时候 我问你 吴波波遇见什么神迹了 我告诉你 他遇见最大的神迹 那就是神住在他的里面 他的生命完整的改变 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相信神 要遇见那个环境一直改变的神迹 我告诉你 我不能说没有 但不会太多 因为这样对你我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我这样讲并不是我 看见别人遇见神迹 我没遇见 然后我吃不到葡萄酸 葡萄酸 你误会了 我遇见外界改变的神迹太多了 我上上次来这边讲的时候 我不是讲吗 有谁像我这么大的恩典 我牙齿痛了二十几天 然后我只是跟神 我只是跟人说 中间我一直也跟 祷告说主要让我的牙齿好 可是我知道 那个需要看病 你知道吗 不是我这样祷告 它就会好的 我也当然遇见过 我这样祷告 它就好了很多次 可是那次我就心里想说 我要看医生 我就没有这样祷告 可是等我第一次说出口 我跟当地的人说 我可能需要看医生 我吃了二十几天 不同的两种抗生素 我不敢吃第三种了 它没有好 我说我需要看医生 我讲出来 在美国 在一个小时 三十分钟之内 我就拿到药了 而且经过牙医师 我不认识的牙医师 跟我不认识的药剂师 两个人去打电话 他们两个也不认识 一个在纽泽西州 一个在德拉瓦州 有两个人分别打电话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 然后那打电话的 有一个人是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然后就拿到药了 你如果不在美国 你不知道这个叫做神机 这就是神机 你们以为的神机是一祷告 药丸就出现 对不对 那种神机没有比 我刚才讲的那个神机还大 然后更小的神机是 你一按手就好了 那个神机叫小神机 你听得懂吗 你一按手它就好了 那个神机 神这样就结束了嘛 可是你要叫我碰到不认识的人 跟另外一个认识的人 在聚会中 我没办法我做写给他 我说我真的不行了 他在聚会中 他去看手机 不应该 你听得懂吗 可是神感动他看手机 然后他竟然拿着手机 就打出去 然后那个是个医生 礼拜六 还接到电话 不是 就看到那个LINE 然后这个人呢 打电话给 我们碰到一个人 然后这个药机 是就跟我讲 或者通通不认识的人 你知道神要动很多的功 你听得懂吗 要这么多的功 才碰到一件事情 这种神机 比那个一按就好的神机 大太多了 我们今天喜欢越神奇越好 我告诉你 真的不是这样 你相信我 我是老牧师的 当我讲我是老牧师的时候 是我真的很多的经历 我知道什么叫做大的神机 什么叫小的 如果有大小 神同时感动非常多人 做一件事 跟他不需要感动任何人 他只是叫这个牙齿好 这不是很简单吗 你知道我最常讲 会幕的神机 神要盖一个会幕 有很困难吗 他创造宇宙万有 都不困难了 盖一个会幕 有什么困难 就是神机 就是说会幕起来 不是 你看看卡通片 有没有这样 就好了吗 对上帝有什么困难呢 没有 他先把摩西找上去 搞了好久 才告诉他怎么造会幕 四十天下来 摩西还要记得半死 对不对 回来还要跟他们讲说 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那些人拿过来 还有多少人要检验 金色要怎么样的金色 蓝色要怎么样的蓝色 搞半天 然后要退货 你要知道要退货 捐献的人会不高兴 是不是 为什么不收我的呢 他比较好看吗 所以收他的吗 我这个有什么不好的 弄了半天 然后要检查 然后要按照那个平面图 要慢慢盖 慢慢盖 慢慢盖 盖 上帝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可是我告诉你 后面这叫做神机 叫做大神机 就是神动用所有的人 然后来完成一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 我常常跟我们同工说 好好爱人 好好服侍主 而不是一直祷告 叫神给你一个 你不配得 然后得到了 还到处跟别人讲说 是神给我的恩典 你听得懂吗 我们常常做这种祷告 你去拜别的神吧 我很不好意思的跟你说 你去拜别的神吧 我们的神偶尔做一次 在你身上 你就要求神做每一次 你不会觉得有点过分吗 可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 都走那个简单的路 我会告诉各位 圣经上看到 真的不是这样 你觉得摩西辛苦不辛苦 你觉得那个约瑟被卖 辛苦不辛苦 我请问你 保罗做宣教这么辛苦 对吗 最后上帝还让他那个船坏了 在水里面一天一夜 上帝是有虐待狂 他这个虐待狂吗 他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弟妹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我们教会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些都是正常的 有难处是正常的 婚姻有难处是正常的 不要怪上帝 要问上帝我怎么办 因此在这边 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当耶稣行一件神迹的时候 其实是有参与神迹发生的人 是有参与神迹发生的人 我今天讲一个人就好 就是玛利亚 你知道这个玛利亚 他这个神迹显出来之后 有一个人 那就是玛利亚 他是整个神迹的一个串场的人 是因为他 所以这个神迹就产生了 来 我们来看 第一 一个参与神迹发生了什么特质 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经历神迹 你想不想经历神迹 想嘛 谁不想经历神迹 对吗 我再说一次 神迹有很多种 是的确有环境恶劣到不行 我们祷告 我们周遭所有的人都碰到的困难 只有我没有碰到 我没有说这样绝对不行 我没有这样讲 我说这个是其中一种 但是不要一直求这一种 要求另外一种 就是我改变 而不是环境改变 一个参与神迹发生的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到底一个参与神迹发生的人 有什么特质呢 我今天整个重点 在讲玛利亚这个人 在迦拿的婚宴里面 有很多的人在那个当中 可是你知道是谁 让这个神迹发生呢 我可以告诉各位 关键人物就是玛利亚 如果玛利亚不在婚宴的现场 那么这个神迹不会发生 或者我们至少说 在整个的故事的情节 整个历史的记录里面 是因为有玛利亚 那玛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玛利亚是一个与耶稣 关系密切的人 你说他跟耶稣关系密切不密切 因为他是耶稣的妈妈 他是耶稣的妈妈 婚礼的当天发生了 已经很扫兴的事情 他们没有酒了 他们没有酒了 这种扫兴的事情 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 但是这个在婚宴当中 因为有玛利亚在场 所以这个尴尬的场合就解除了 圣经上说 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 第一节 我们念第一节第二节好不好 预备 请 第三日在 你知道我第一节第二节 是我非常晚才发现的一个事实 也是我后来觉得很棒的地方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亲的宴席 耶稣在那里 耶稣的母亲也被请去复习 是这样吗 我在念圣经说你们要仔细听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亲的宴席 耶稣在那里 耶稣的母亲和他的门徒 也被请去复习 是这样吗 是谁在那里 然后谁是也 耶稣和他的门徒 所以在这个婚宴里面 到底谁才是真正在那边的人 是玛利亚 所以你知道他这个描述非常精确的 他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 这样了解吗 耶稣的母亲为什么会在那里 我们不知道他们可能去帮忙的 他们可能是他们的主客 或他可能是他们的什么 可是你知道在那个年代 你要想是那个年代 现在年代没有这种事情的 那个年代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 这个光州家生孩子了 就是说 李哥请你来吃喜酒 把那个太太孩子们 亲戚朋友都找来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 就是 这种不多嘛 对不对 趁着别人结婚 我们打打牙记 有没有 那个年代就这样 那个更早 这两千年前 所以耶稣会去 并不是因为他被请去 是因为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他也顺便去 这叫裙带关系 所以耶稣的母亲 才是这里面的主角 有可能是因为 耶稣的母亲 与新人双方的家人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耶稣也被请去 如果不是耶稣的母亲 知道酒用尽了 如果不是耶稣的母亲 告诉耶稣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不会行这个神迹的 事实上 耶稣第一时间 耶稣他没有要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一个参与神迹 发生的人 有一个特质 他就必须是 与耶稣的母亲 有密切关系 他要认识耶稣 还需要知道 耶稣是肯解决人的困境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的确与耶稣的关系密切 对不对 对吗 那请问你跟我 跟耶稣 有没有密切的关系 还可以吗 律师讲话都这样 他就是说 他没有讲很准确 但是也有这个可能性 你看 有一次耶稣在那里讲到 耶稣的妈妈跟他的兄弟 耶稣的妈妈跟耶稣的兄弟 就在门口 有人就跟耶稣说 你妈妈跟你兄弟在外面 耶稣回答他一句话 他说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是这样 我在讲道 那我妈妈来了 跟我哥哥跟妹妹来了 红仓长老就跑进来跟我说 你哥 你妈跟你 跟你哥哥来了 那天的场景是这样 耶稣就指着他们说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我们在座愿意做耶稣母亲和他 或他弟兄姐妹的请举手 请放下 在本教会听到脑筋要快 你速度没有跟上就已经过了 我们愿意遵行天父旨意 愿意 虽然我们不一定每次都做到 但是我们愿意啊 所以我们的确是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兄弟姐妹 这是耶稣亲自说的 反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所以我们可以因为遵行天父的旨意 成为与耶稣关系密切的人 我听说昨天我们聚完会之后 在那边祷告 有人说他要信耶稣 我听说 因为我没有亲眼看见 我只是耳闻 我听说有人在这边聚会当中 他心里面就说我要信耶稣 你知道他怎么会跑进来吗 因为有人邀请他嘛 他不会走在门口突然 我要去 然后就进去了 不会嘛 对不对 我们下面也没有做广告 我们也没有招贴 我们也没有 都是有人邀请来的 所以邀请来的就是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姐妹的 与耶稣关系密切的人 你愿意做与耶稣关系密切的人吗 你已经符合第一个参与神迹发生的人了 第二 他是对环境敏感 并愿意为这件事情找耶稣的人 玛利亚不仅参与婚宴 而且他对环境很敏感 环境很敏感 他很快就发现他们没有酒了 这当然是有一个假设的前提 就是他关心婚礼 他不仅在婚宴中 他的人在这里 他的心也在这里 一个想参与神迹发生的人 他需要有爱人 关心人对环境敏感的特质 这个是可以学习的 我早期最多关心的是我自己 我比较不关心环境 我比较关心目的 我比较不关心过程 我比较关心方法 我比较关心事情 我比较不关心人 这是我自己 我年纪越大 我越来越多把事情给别人做 我不是偷懒 你要知道做事情是最简单的 你知道吗 我年轻的时候 在大学我就下定决心 我是真的 我不跟人合伙做事 因为我会觉得 我摆上会比他摆得多 我的能力比他强 我跟他合作 我花不来 我拿到的钱还要跟他share 我干嘛 所以我要单打独斗 我不骗你 我所有原先找的工作 不是找工作 都是工作来找 我都是单打独斗的 我不跟别人合作的 我早就在立法院做那个数计 我一个小时 立法委员连番上去 立法委员上去 官员上去 我一个小时 我坐下来 我们都是从零零秒开始写的 零分零秒开始写的 一个小时写下来 他边讲我边写 边写 他废话我还去改前面的 你知道吗 等我下来之后 我那个稿子拿上去的时候 最多再写15分钟是最多了 你知道我们那些主管 喜欢我喜欢的不得了 那时候封我做立法院第一快手 所以我永远写 五点到六点的那一班下午 可是你知道那班最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四点半就散会了 五点二十分就散会了 所以我就赚到 可是即便不然 我也六点15分交卷 你知道我们那些主管多喜欢我 他们看到我 在走过来的地址 李先生今天又轮到你 拜托 都是你排的 你还说高兴到 因为他们都七点钟就下班了 那些简字工人会晚一点下班 那个时候不用打字 说简字 1981年 81年我开始在里面工作 我不跟别人合作了 我做完了 以后我在学校教书 你知道在大学大专教书 不需要跟别人合作的 我教完我就走 学校给我的办公室 我从来没进去过一次 我直接进教堂 直接进教室 教完课我就走人 就这样 我不跟别人合作的 我在补习班教书 也不用跟人家合作 我在补习班教书呢 进去解题 怎么考律师 怎么考法官 我偷偷告诉你 我到现在都没考上 我教别人怎么考律师 怎么考法官 然后教的赚到翻 这样 我不跟别人合作的 因为我花不来 我跟别人合作 可是我随着我年龄的增加 我就发现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然后别人都讨厌你的时候 你很难把事情做好 你做得越好 别人越生气 越找你麻烦 这两天 光州跟我说 李哥那个施洗 你施洗 好吗 我说你施洗 因为我想仔细看 他们施洗当中 还有没有什么 我可以提醒他们的 因为我已经施洗了 几百个人 可能上千个人了 我看他们 然后可以转给他们 这样 我在下面祷告 我把时间花来跟人相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环境敏感 是可以学习的 我其实是一个 很不耐烦的人 可是到现在 我在教书的时候 我的学生都跟我说 老师 你不要只顾到那个 后段班 注意我们前段班 你听个懂吗 他说你都顾他们 你都把他们教好 那我们怎么办 我说你前段班的人 需要学习忍耐 听个懂吗 因为我一直都是前段班 我知道这种人 的心里在想什么 他需要磨掉他的骄傲 那就是前段班 应该学的功课 对环境敏感 为这件事情找耶稣 玛利亚去找耶稣 他一发现酒没有了 他去找耶稣 其实这件事情 是蛮好笑的 对不对 因为他竟然去找耶稣 他没有去 找隔壁邻居 借女儿红 有没有 他也没有去 当时的干妈店 买一点酒回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要参与神机的发生 我们需要知道 大事 小事可以找耶稣 家庭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教会的困难 身体的疾病 我们自己应该要去解决 我 今天那个 燕医师没来 燕医师 你又在看那个了 都没有来聚会 他昨天有来 他一定有在看 他一定有在看 我每次出国的时候 我就会拿我的健保卡 跟他领药 这是合法的 你们不要误会 我是合法的 因为我就是领药 就是因为我要出国 这叫出国备药 这样 我就写给他说 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 我每次都把药备着 我 流鼻水的药我也备 拉肚子的药我也备 因为我可能去的地方是 落后地区 他们喝这样 喝水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是喝瓶装水 还会出问题 你听个懂吗 因为他们瓶装水的水平 跟我们的瓶装水的水平 不一样 所以我就会 喝他们 给我的 我都要拉肚子 所以我都要带 我连抗生素都带 一线 二线 三线都带 为什么 因为 但是我每次吃药 我是很乖的 我会打电话跟医生谈说 我的症状是这样 有时候医生说来开那个荧幕 我就开荧幕就这样看 他就这样给我看病 看完说那你可以吃什么 吃什么 吃什么 那药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每一个东西怎么要 然后我就这样吃 可是我问你 像我这种三十年的牧师 而且我是去服侍神 我不是去玩 我可不可以到那边 跟神祷告说 主啊 我是你的仆人 我现在生病了 你一定要医治我 因为是你叫我来的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用带药对不对 你知道 我们一直在试上帝 然后还觉得这种人 比较有信心 我相信我有信心 你放心 我到没有路走的时候呢 我一定会好好的 我一定会祷告求神 在给我开路 可是我该做的预备 我全部都要预备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你的婚姻 你有责任 你的儿女 你有责任 你的工作 你有责任 不是信了耶稣 那些都不要了 只做我 只做祷告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不是圣经的道理 我也没有见过这种事 偶尔一次那是神怜悯 你不要把方便当随便 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第三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参与神机发生的人 你要知道主权在神 什么叫做主权在神呢 后来玛利亚不是就找耶稣说吗 他们没有酒了 你知道耶稣回答一句话说 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可能大家对这句话不懂那个意思 因为我的时候 是一个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是 我要完整地把我的荣耀 全部显明出来 叫做我的时候 那个是指着 约翰福音到 后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我的时候到了 所以这个我的时候 是一个专有名词 大家不了解 原来耶稣行神机 还要看时候的 不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我要最终一次显明出来的那个神机 就是我钉十字架那个神机 时候还没有到 所以他说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因为他等一下要处理这个神机了 他等一下要做神机了 你听得懂吗 他等一下要做这件事情了 他先跟他说 我做这件事是跟你 没关系的 因为你是我的肉身的母亲 等一下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是 我是神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 其实他是要把这件事情切得很清楚 他跟他的妈妈说 我 你不要误会 他不是说你讲干什么 你那么啰嗦啊 对不对 我会不知道吗 我是神的儿子 他不是 他说这件事情是跟你没有关系的 等一下我做的这件事情是跟你没有关系的 不过如果我愿意替耶稣解释 我也觉得他一定是这样子 他就说 妈妈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情 可是等一下我做那件事情呢 是跟我跟你 是母子的关系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听得懂吗 OK 你相信我了 我的解经应该不是有问题的 他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跟他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就是我要显那个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他仍然去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表明了他要不要行神机 不是因为玛利亚的话 不是因为玛利亚的请求而已 那是因为他的主权 玛利亚其实也没有很着急 你知道吗 耶稣没有跟耶稣说 拜托啦 我是你娘啦 给我一点面子嘛 对不对 你就给他们一点酒嘛 他没有 耶稣的母亲就很放心的 这件事情 要做不做是耶稣的事 他只是去跟佣人说 万一他叫你们做什么 那你就帮他做这样 其实耶稣的母亲 也有可能是当时 是这一个婚礼当中 跑外场 听得懂跑外场吗 如果你知道餐厅 餐厅里面有厨师嘛 还有外面跑外场的人 说不定耶稣的妈妈 为什么被他们请 耶稣的妈妈是很热心的 很热情的 很愿意帮助别人的 说不定是那个婚宴家里的亲戚嘛 他又有一点 有点管事的能力 你想想看 做耶稣的妈妈 要不要有一点管事的能力啊 耶稣蛮难搞的 你不觉得吧 对啊 有事没事 闹失踪 对不对 十二岁 人家都回去了 搞半天 他也不跟人家走 耶稣妈妈不容易的 不容易 所以耶稣妈妈 可能很会处理事情 然后叫他去管外场 所以他还有很多事 要去做嘛 他就跟耶稣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好 我知道了 那我那个显荣耀的时候 还没有到 那他就走了 他知道主权在 他知道主权在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当你有遇见难处的时候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多少时候是我们太急 有的时候我们跑去买酒 假如有酒 当时应该是没有了 假如当时有酒买进来了 你听得懂吗 就没有神机了 如果我们的责任 只是告诉耶稣 然后我们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已经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 耶稣就会行神机 你知道我现在传福音 我都不是很急 然后我希望一个人改变 我也不急 比如国民兄来 我们教会一段时间了 也有人给我这样 长老 你去讲了 你比较厉害 你听得懂吗 你比较会你去讲 这样 他就撞我 我就是好 我们想想看 多祷告嘛 时候到了 要知道主权在 在神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看到国民兄 我就打招呼笑一笑 对不对 他叫他兄 我应该叫他弟 对不对 那不过我们就是大家做 那我们是真的 彼此相爱的地方 你只要肯来 你真的会信 因为不是我们要传给你的 因为这个时间在主那边 所以我们要知道 耶稣总是会在最合适的时候 做出最好的结果 来证明 祂是行神机的主 我也知道我们很急 我也知道很多事情 我们想解决 我是真的希望解决 你知道我那个欧洲的 那个学校要建校 从喊建校开始 还好我不是那种 一天让我跟人家募款的人 我几乎不做这种事 地都买进来了 结果他们把那个图画好 送到市政府去批 批下来竟然隔壁有一块地 说它是带地 带地就是它没有出路 你知道吗 我们买的时候 不知道隔壁那块地 没有别的出路 它是个带地 所以它要经过我们 我们图送进去的时候 隔壁来说 它这样子一盖房子 那我的地怎么办 我的地出不去了 就一条路会画出来 就画到我们的那个 房子的边边 你知道吗 这样要重新重画了 重画了 哇 我急得要死 我急得要死 但是我没有一次跟神祷告说 主啊 让他找到别条地吧 我没有 我只是跟主说 主啊 你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结果 我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结果 然后那天就去开会了 开会的时候呢 我就一听说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们这块地多少钱 他那块地多少钱 你知道我们才买了50万欧元 他那块地说要卖200多万欧元 你是带地耶 然后我们两个还是平 一样大耶 他比我们大一点点 他是带地耶 我们是好地耶 你能懂吗 我们旁边都是路耶 他竟然要卖250万 我们才买了50万 我就跟他们讲说这样 我加一点点钱 我100万卖给你 或者你100万卖给我 你听得懂吗 我得努力啊 你问我说这块地位怎么样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 要看这边啊 我一定要参与神迹 我知道主权在神 我们来到这里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去 那个乌吉有没有 那个时候我们是借 借那个场地 是一个小时多少钱 对不对 是几百块 一个小时700块 我一个小时700块 我记得那个时候 四个小时才三四千 还是几千 我忘了 我们搬来这边的时候 你知道我当时搬来的时候 我好急 我就跟主说 主啊再 我们三年就要指两堂 就再分一堂出去 可是没想到三年就都疫情嘛 那我也只有安慰自己啊 疫情嘛 其实神有他自己的时间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主权在神 我们很盼望来的人都很开心 然后我们彼此相爱 可是我老实告诉你 今天早上我在这边敬拜的时候 我光看到我们的童工 那个笑咪咪的样子 然后那个感觉 那个在教育里面的感觉 我觉得真值得 看看神怎么做 如果你要参与神迹 你一定要知道 主权在神 第四 一个参与神迹的 还有什么特质呢 它必须是跟别人 有良好的关系 良好的关系 玛丽亚为什么知道 他们没有酒呢 有几个可能性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没有酒你知道吗 连新郎新娘都没搞清楚 所以那个管宴席的 所以可能就管宴席的 一个人知道 那为什么他知道呢 第一个他可能是关系好 第二个他可能 他就是总管之一 第二 他为什么叫那个用人说 你们听耶稣的 耶稣叫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到底这些用人 是听耶稣的 还是听玛丽亚的 当然是听玛丽亚的 当然是听玛丽亚的 对不对 他不是听耶稣的 是因为玛丽亚先去说 所以你知道圣经都是 非常简略地记载那件事情 这么简略 还有提到玛丽亚 去跟用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吗 所以你知道耶稣叫他们 做的那件事情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耶稣叫他们做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 我就用我们现在的比喻 来说好了 他们当时进来是要洗手 洗脚的 所以门口有放那个 洗手水跟洗脚水 可是客人都进来以后 我请问你 那个地方还要refill吗 还有refill吗 不要 我们现在进来的时候 现在我们教会已经没做了 不然我每个都会拿个 酒精在那里喷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金城大哥今天他做 我就自己乖乖去逼 然后我就说金城大哥需要吗 他说现在不要了 都自己弄 假如需要弄的时候 全部人都进来 快要散会的时候 贝家就去跟门口说 把那个装满 你觉得大家会觉得 贝家怎么样 讨厌 对不对 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不要叫我做那个事 结果耶稣竟然叫他们 把门口的那六口石缸的水 倒满 你是嫌 这些用人都没事干吗 用人端盘子都来不及了 对不对 那个收盘子 还有人说 赶快收掉 赶快收掉 我要再吃了 所以 耶稣叫他做的事情 是不合理的事情 可是因为他们 听了 玛利亚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跟别人到底 有没有良好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是跟别人 有很好的互动 他怎么可能听我们 说一些事呢 我最怕一种基督徒 对不起 我不再讲你 说不定我讲的是我 就平常的行为不好 平常的行为不好 然后做事情贪小便宜 然后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自己不好好努力 到了圣诞节 就要拉人去听 圣诞节的布道会 万一那个人信主的 call他算我的 这样听得懂吗 跟耶稣报业绩 你不需要跟耶稣报业绩 你是怎么样的人 比你有带多少人 信耶稣还要重要 如果你是个 跟别人有良好关系的人 你是真的很爱人 你真的愿意帮助别人 你参与成绩是自然而然的事 不要为了带别人信耶稣 而一直拉人 我好怕那种人 连我基督徒都怕 你说那些非基督徒怕不怕 卖来基督徒听得懂吗 没事的时候 我有事拜托你 什么都不行 现在教会说 大家来传福音 他就开始来了 那与别人有良好的关系 玛利亚就这种人 所以那些用人才会听他的 第五 他必须是对耶稣有信心的人 他对耶稣有信心 参与神迹发生的人 要知道他是神 耶稣是神 他会行神迹 他肯行神迹 我虽然不知道 耶稣的方法是什么 耶稣总是用很奇怪的方法 对不对 但是你不用紧张 你真的不用紧张 耶稣叫他们 就把门口的石缸倒满了 耶稣有一次要医治瞎眼的人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 我告诉你 那个是耶稣故意的 他故意土唾沫在地上 然后把泥土拌一拌 贴在他的脸上 然后叫他去西罗亚池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不是在考验那个瞎眼的人 说我就要用这么不好的方式 来医治你的眼睛 你愿意吗 我听过有人这样解释的 这是不对的 这个解释不对 他故意这样做 是要让那些法利赛人 因为不能做工 你听不懂吗 做工 什么叫做工 他们有非常仔细的定义 用水或泥 和在一起 这就是做工 耶稣故意这样 不然的话 耶稣那天也可以用摸的 好了 你看见了蔡红昌 好了 你看见了张亨达 对不对 也可以说 看见吧 夜光周 都可以 他那天故意 霍尼的缘故是因为 他要让旁边的 法利赛人看见说 我做工 在安息日 所以我们解释圣经 你没搞清楚 你就会以为 一天到晚 耶稣都要做神机 没有 耶稣更多的时候 是要改变我们的心 而 他 有信心 他对耶稣 耶稣对 玛利亚对耶稣 有信心 所以我们必须有信心 你做完了 你该做事情就好了 我因为常常到外面去服侍 都是一站就几天 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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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常常都会把那个疑难杂症 就是怎么传都不信的人 留给我 这样 可是他们总以为说 因为我会传 所以他们容易信耶稣 他误会了 他误会了 不是我会传 而是神有他的时间 有的时候我去 也没办法做什么 但是我传福音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从来不强迫别人 因为强灾的果都不会添淡 等嘛 你担心什么 你担心什么 神比我们还爱任何一个人 这样对了吗 你的家人还没信主 你就是为他祷告 他还没回来 你就是为他祷告 你不用急 你只要做好 前面该做的 你对环境敏感不敏感 你用没有找耶稣 你知不知道主权在神 你跟别人良好关系吗 拿出你的信心来 时候到了 就会改变 你放心 我常常跟很多老人家 他就说 李长老 我已经为我的老伴 祷告了三四十年了 我说 就差今天再一天 这样听得懂吗 他第二天就跑来找我了 你知道吗 他说 你不是就差今天再一天吗 我说对 就差今天再一天 就差今天再一天 OK 这叫做信心 我不是开玩笑的 这叫做信心 信心就是我相信 我相信那天会来 最后一点 你要怎么样参与神迹 我现在告诉你 那就是 他是一个懂得隐藏 不高举自己的人 他是懂得隐藏 不高举自己的人 很多人 很多人 传起福音来 用闽南话讲 叫做 叮叮叮叮 敲锣打鼓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在传福音 其实传福音 真的不需要这样 如果你想参与神迹 真的不需要这样 其实参与神迹 最重要的是 我这个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不信我们把前面 重头来一遍 他是与耶稣关系什么 密切的人 他是遵循天父旨义的人 第二他懂得 对环境敏感 而且去找耶稣 对吗 第三他相信主权在神 是神可以决定一切 第一是你的良好关系 你跟别人都没有好的关系 就抢着脖子 压着别人脖子 信耶稣 信耶稣 不是人家为什么要信耶稣 我碰到你 我逃都来不及 我真的有一次 有一个人信了 有一个人传福音 给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信耶稣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都不受洗 他都不受洗 一直在跟我讲 后来我说 好了好了 我陪你去看 我就陪他去看那个人 我去看那个人的时候 我到那边 他就一直跟我说 他已经信耶稣了 你要叫他赶快受洗 我说好 好我就到那边 我到那边 到他们家 就在那边喝茶 喝那个喝茶 老人茶 就一直喝一直喝 聊了一个多小时 聊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隔壁那个人 就是说 那个人已经信耶稣了 一直跟我打眼神 说赶快跟他讲 要受洗 我看了一眼 我就去聊了聊 后来我还没讲话 我的意思说 就聊了一个多小时 对面那个 就是说信耶稣那个人 就跟我们教会的 这个弟兄姐妹说 说某某人 我看你们长老 跟你信的不是一个耶稣 他就说 为什么不是一个耶稣呢 他说 我看你们两个 是不一样的人 他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当时传福音给你 你就不是已经信了耶稣吗 你为什么不受洗 他就跟他说 他说 因为你每天来我家弄 对不对 我想说 我跟你讲信耶稣 你就会走了 结果你还得寸进尺 不仅要我信耶稣 还要受洗 他说 那你当时就骗我吗 他就跟他说 我也不是骗你 可是对你这种人 我是在没办法 这样懂了吗 我们总觉得 好像我们替耶稣 做什么事一样 没有 做好我们的本分 我给你们看 这是我最喜欢 玛利亚的地方 我们来看那篇圣经 OK 来 第三日 我给你们听 第三日 在加利利加拿取信的宴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第三节 就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第四节 耶稣说 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没有到 第五节 他母亲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对吗 到第五节 对不对 后来 耶稣的母亲 就没有再出现了 耶稣没有再出现了 以后 耶稣就把 水变成酒 是不是 对不对 后来到第八节 管宴席的也出来了 对不对 这角色都已经 进到后面了 对不对 第九节 管宴席的 常常能够水变酒 说 这哪里来的 就叫新郎来说 人家都是把 上好的酒 摆出来 等客喝住了 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 留到如今 第十一节 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就跳出来说 都是我的功劳 是我把耶稣 介绍给你们认识的 是耶稣成就的 这件美事 他是我的儿子 有没有 那你的圣经 怎么跟我不太一样 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参与神机 我们做完 我们该做的 点点就好 安安静静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那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参与了神机 我们就很高兴 你知道昨天晚上来 我很感动 其实我们教会 这种事情很多 我都不知道 他们两个也会唱歌 我是真的跌破眼镜 还好戴得很紧 就是Kate跟Cord 竟然会唱 然后我的女婿 也会唱歌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从来看到她 我说你怎么在这里 然后她也没有讲 她也很谦虚 也不敢讲 对不对 后来她就上来唱了 我说哇 声音还不错 在合唱当中 还跑出声音出来 这是不好 你知道吗 没有啦 因为她的声音很特殊 我一下就听出来了 还有他们昨天 做那些餐盒 有没有 好不好吃 真的 他们是一个个做 好感动 我吃的时候 我还看到那个 有个月亮 有一个什么 有个星星 有没有 他们的叉子 那个叉那个东西 做得非常好 真的 昨天走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跑出来说 我太棒了 没有 对不对 连那些唱的人 每一个 子杰真的很棒 真的 我们今天还在 给她拍拍手 真的 我原先以为 她会私琴 后来她还会打鼓 现在还会唱歌 留一点给我们 不要全部都拿走了 这样 昨天那样 做所有的事情 大家都默默地做 没有人高居 你知道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状态 就是没有谁 比较了不起 我们一起来学习 参与神迹 好吗 好不好 那 我们现在要结束了 等一下还有吃的东西吗 还 还要拍照 好 等一下结束以后 这里就会让那些 受洗的人拍照 家里拍照 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以在外面 吃吃东西聊聊 然后下午还有运动 还有各样的活动 不要急着走 圣诞节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天父 我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这是一个充满神迹的教会 我们所求的神迹 有的时候可以是环境的改变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这个人改变 我求你让我们愿意遵循你的旨意 做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 求你让我们对环境很敏感 我们也愿意去找你 我们知道我们不急 因为我们对你有信心 我们知道你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 你有你的时间表 我更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人 可以爱我们周遭的人 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 更是为了别人的好处 求你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低调 隐藏 愿意服侍别人 不求别人看见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旨意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安慰 鼓励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与神在普世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